已经习惯性的将其相对比了,这不只是一种思维惯性,更是一种语言浪潮,前段时间,《红海和战狼》这两部电影,可谓是被众多网友横向纵向对比了不知道多少遍,得出的结论谁也说不了谁,今天呢,我们要讲的不是《红海和战狼》了,而是《红海和芳华》,这部影片是冯小刚导演的一部历史性质的文艺青春影片, 比《红海行动》刚好早上映两个月,但是旗票房却只有《红海行动》的一半,只有15亿不到,这部影片刚出来的时候,也可谓是红了一时,网上同样席卷着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,影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,讲述的是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, 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,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,萌发与充施变数的人生命运。 在这部影片上映前,是被数据和经验一致唱衰的,然而却凭借其演员与观众的共情,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匹黑马。 整部影片从整体来看是属于那种历史性质的片子,其中战争的镜头并不多,只有短短的五六分钟,而且大部分还是远景,萧嫣遮挡了天空,看不到什么人物,不像《红海行动》,一部从头至尾,都是属于战争镜头的长片,这也是两部影片最大的不同之处,芳华还试着描述了人物。 冯小刚这部电影在宣传的时候,一直在强调六分钟七百万人民币创造战争新视觉,但是只要看过《红海行动》的人才会真正的知道,小巫见大巫这个词是什么意思,和《红海》一比,《芳华》里面的迅猩镜头和战争的真实性,就有点小儿科了。 毕竟,为拍《红海》这部影片,可是专门提供了一艘舰艇最为背景的,谁还能有这手笔? 《红海行动》这部影,可谓是真实地将战争的残酷性展现给了观众,尽可能地还原了战场上的环境。 从而对观众的视觉冲击效果,尤其是3D效果,你更能心身体会到,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。 一车人被迫击炮击碎,蛟龙突击队员手被手雷炸断,石头整个脸的一侧被子弹打烂,还在坚持作战,直至死亡,救护兵直接剪断了一个被炸断了腿的伤员连着的一点皮。 这些镜头在芳华里面小编是没有看到的,而且芳华里面的特效,还稍显假了一些,尤其是血浆,还能看出是人工合成出来的,这样一对比,结果就显而易见了。 林超贤说,我们红海行动,给你们看真实的,扣人心弦的,战争场面,真正的大场面,才是真正的够分量的战争镜头,更加接近真实,更加让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,血腥,而电影芳华不可否认也是一部好电影, 棋票房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,但是这部影片的重心,还是在于对于青春年华消逝的一种感慨与怀念。 所以说红海行动与芳华这两部影片,那个更加血腥一些,毫无疑问的是红海了,也幸好芳华是在红海行动之前上映的,不然那句六分钟花了七百万。